昨天晚上今天在故宮博物園呢 是舉辦活動 這導致周邊的停車場 通通是大爆滿的 就連大顆車提放的月租車位 也被站走 導致遊覽車呢 出車回來之後呢 欸你看看停車場是滿的 沒有地方停 能停在哪裡就停在車道上 卻擋住了出口路線 也讓出不去的駕駛好神奇 卡在這邊 然後讓所有的轎車都去不去 現在所有的轎車全部擠在這邊 遊覽車擋在停車場出入口 後方小客車停一排 駕駛們通通出不去 氣炸了 顯然是業者的問題 放小車進來 把大車心聲不滿了 卡在這裡 遊覽車擋在車道上 司機們返向油腳踐租車位 但卻通通被小客車給站走 我的位置 幾乎一台小客車就停一個位置 那造成說我們有跟停車場業者 乘出的遊覽車回來 是沒有位置可以停的 我們回來車廂數多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往那個車道這邊 先上池停放 如果我們去停在外面 是不是反而更危險 原來過公博物院 禮拜六晚上舉辦活動 吸引不少民眾參加 造成周邊停車場爆滿 但一旁卻有牌子寫著 要小客車到大型車格停放 才會爆發九分 時機七點多回來 必須要延遭 所有的小客車移走之後 我們才陸續有辦法 有停車位去做停放 然後司機才有辦法下班 沒人告知故宮要辦活動 也沒說大型車位要借用 這力牌又是誰放的 原來是停車場管理員 工作人員其實他來上班的時間 非常短大概一個多禮拜而已 所以他才不熟悉 我們整個停車場運作 那我們不知道晚上有活動 那他可能現場都非常混亂 然後拿錯牌子了 業者累了嗎 一時疏忽出包 搞到民眾回不了家 司機也晚兩小時下班 這下真相大白 怎麼彌補損失 停車場和客運 業者後續恐怕還有的 台南記者邀請陳瑞翔 台北報導 下宵 下宵